大家好,我的名字叫Loreal 今天呢我要给你们讲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《打格的小兔》 从前呢,有一个兔子 他是一个很年少的兔子 他从来不喜欢说很搞笑的东西 但是呢,有一天呢,他打格了 因为很搞笑 所以呢,他就想,他出去走一走 可能会停止他的打格吧 他就出去走,但是他一出门呢 就碰到了小狗 小狗就说,哈哈,你打格了 小兔说,是的,我打格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吗 小狗说,有啊 你都倒立,然后把你的球夹在你的腿中间 那个会帮你 是不是需要我的帮忙吗 不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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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需要 我可以自己在家里住 所以他要走啊,走啊 然后,那儿,碰到小蛇 小蛇说,哈哈,你打格了,小兔 是的,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吗 小蛇说,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,你把很多很多冷水都给倒在你的身上 那个会帮帮你 那个会帮助你 小兔说,好的,谢谢 谢谢,我回家帮帮你 我回家自己做吧 小蛇说,是不是帮我的帮忙吗 小兔说,哦,哦,不,不要 我可以自己做的 小兔就回家了 小兔就回家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小兔想自己做吗 你们猜不到啊 我就告诉你们 但是呢,他不喜欢一些人 看他做很多很多的搞笑的东西 故事完了,再见